已经跨等级击败了一名魂宗的小五 接下来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第七场比赛 开始 第三魂技 雷翼 第四魂技 雷鹰 雷天的飞行能力正好克制擅长近战类型的魂石 此时的高度在对手的攻击反动之外 而对手竟然还不采取行动 直到雷天蓄电南城发动侵袭锁定 就是想逃 逃离了 雷鹰附体 我的雷鹰早就笼罩你顺移的范围了 你是跑不掉的 隐言锁 第三魂技 顺移 什么 消失了 好快的速度 根本还不及锁定 雷天蓄我有雷电保护 不好心事 在空中看你还怎么躲掉我的攻击 电暗魂技 卫护 对手直接使用最强的魂技 应该是想速战速决吧 却消耗太大 中了小五的计策 我给小五的指点就是一个闪子 小五对战局的把握很不错 不惜施展第三魂技 顺移 强行使雷鹰转移视线 从而达成魅惑对手的目的 第七成 史莱克学院获胜 好一个史莱克学院 没想到他们面对雷霆学院 也能胜得如此轻松 陛下 您是否看出 为什么史莱克学院能够连续取胜呢 当然是实力 陛下 您只说对了一半 实力固然重要 但只靠实力还做不到这种程度 史莱克取得如此大优势的关键 正在与其精妙的战术与人员的安排 依你二人之言 这似乎不是巧合 有那个人在 又怎么会是巧合呢 教皇大人的选择果然没错 那个人对武魂研究甚深 难怪会让他成为名誉张罗 萨拉斯主教阁下 你这是何意 陛下不如问问宁宗主啊 在下就先行告退了 陛下 此人正是唐三的老师 出身兰殿霸王龙家族的大师 他以三十级左右的魂力 成为了武魂殿的名誉长老 其对武魂的深刻研究 却连我也自愧俘辱 宁宗主对大师评价很高啊 陛下 得大师者得天下 看来 我是时候见见这位大师了 宁宗主 晋级赛之后 就有劳你安排了 陛下若想招揽大师 不妨从唐三下手 只有这个大师最在意的弟子 才能决定大师的走向 下一位 雷霆学院部队长 雷奏 四十三级控制系战魂宗 相当强劲的对手 是来客学院会如何应对呢 第八场比赛开始 小三 注意观察雷动的战斗 它是蜘蛛类武魂 而你的第三魂魂和第四魂魂都源于蜘蛛 外赴魂魂魂也是 它的战斗方式也许会对你有所启发 闭上了眼 看来它有意防备小五的魅惑 第三魂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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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就强 而那雷王就像是他的眼睛 把握着塞兆的洞性 小雷 你一定要小心 什么 怎么可能 这雷王好像在吸扯 但我的魂力已经不够连续瞬移了 怎么办 第一魂技 雷斯 终于有机会了 看我的第一魂技 雷尔风 刚才他躲过了雷天的攻击 想必还没尝到雷电的威力吧 不可能 你从雷王中间穿过 身体应该完全麻痹了 你的雷王攻强而守弱 核心之处是雷电最弱的威力 再这样下去 被他进了身就糟了 只好射出第四魂技了 什么 第四魂技 锁神环 吃根香肠 恢复魂力 精彩继续 打开微信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助力杜罗大陆 一年不停更 精彩剧透 人物壁纸 一网打击 和我一起成为 食物系魂师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